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厨做法 花样翻新 今天蔓越梅汁配那个脆皮鸡的 咱做一个家常菜 海白虾烧白菜 回家吃饭教您做 宝藏美食端上桌 两位大厨已经到齐了 是吧 今天两位是有任务的 因为导演说了 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饭团会寄来一些个食材 但是有可能很惊喜 也有可能很惊吓 怎么做呢就交给两位大厨了 好了 大家好 我是大厨 同我爷 大家好 我是金鲁菜大厨 许世权 那咱们上食材 好 来 哇 谢谢 来 这基建人呢 是咱们的热心饭团 从哪来呢 黑龙江省 加布斯市 福远市 福远市 黑虾的岛站 东安村 收建人的就是我 这是东北来的啊 咱们黑龙江的啊 有啥特产 酸菜 鲜肠 肉肠 猴头 人身 人身 我能想到的我觉得可能寄来的是洞梨 洞梨也可能 对对对对 可能咱们现在赶一个洞梨的这个卧尾啊 那咱们看一看啊 给我们寄来的是什么 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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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是这个 嗯 徐大厨 哎 这您认识吗 这小时候吃了酸草啊 送 我只能说您您落伍了 对来 董大司您看一看 蔓越梅 蔓越梅 蔓越梅来自黑龙江 那可能吗 加布斯 怎么会从加布斯过来的 东北 是吧 你们没看前段时间那个新闻吗 往上可火了 没想到吃了这么多年的蔓越梅 嗯 是咱们东北的特产 好 来 咱们看看这个黑龙江的蔓越梅 到底咋回事 回家吃饭的方言二您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热心观众 钢子 我给你们邮寄的这个蔓越梅收到了吧 回遍前往的东北蔓越梅 今天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咱这个蔓越梅啊 就是产自于我们黑龙江省 加莫斯市的福远市 这里呢是亚洲最大的蔓越梅种植基地 蔓越梅种植面积可达4200亩 年产量呢2000吨 哇 太好喝了 真的这第一次见 很壮观 那时候看到这样的画面 是吧 你能活了几十年了 对吧 东北去了无数次了 没见过吧 那一到蔓越梅收获的季节啊 我的家乡一下子就变成红海 那为啥叫红海呢 因为一到水收蔓越梅的时候 这个蔓越梅就飘在水面上 那远远的一看去 透红透红的 老带劲了 我们福远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两江在此交汇 有着丰富的水资源 福远呢 还是山江平原的一部分 有着广袤的黑土地 另外呢 福远还是咱们中国最早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有着超长的日照 所以啊 蔓越梅可以在咱们福远榨根 大家看这个蔓越梅啊 小果不大 但是能量不小 怎么吃呢 我们这一般呢 把它做成果汁 果酱 还可以泡茶 那么剩下的做法呢 就用大厨来交给全国观众了 这个就叫农业大魔理 你看不摸不知道 一摸下一条 从北美的一个东西 到咱们这片黑土地上 咱们黑龙江把它种好了 而且你看现在 这种特别现代化的 这种收割的这种作业方式 令人很惊叹 对 见过这样的蔓越梅吗 原来您见的蔓越梅什么样 成了一些果干果酱这类的 就在面包里 饼干里的那个点点 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爱第一次演的 那尝尝呗 尝尝 尝尝 我来个黑一点的 对 成熟度高是吧 对对 成熟度高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吗 它越黑越酸 可能只有越黑 我家说的我也不知道是 对对 您尝尝 尝尝 我们尝尝 哇 哎 有个爆浆的感觉 哇 这个新鲜的蔓越梅 后酱有点大 对 就是属于上头的那种酸 上头 哇 都酸出眼泪来 有三草酸吗 徐大厨 嗯 您眼睛好大呀 哈哈哈哈 酸到 酸到 比较给我 摸一下 它里面的这种感觉啊 像什么 就像徐大厨 刚说像酸枣 对 你看这里的有气孔 嗯 但没有糊和这个啊 对 这皮稍微有点厚 但是肉很很松软 直接吃的鲜果口感并不好 但是你要深加工以后 做成食物以后就好吃了 那口感不好 我们退回去呗 别退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能煮好 我来给你做 可以是吧 我来 那它做什么 我先给你做一个 蔓越莓果酱 就是在超市 嗯 几十块一瓶抹在面包上的那个 早餐 今天可能成本就几块钱 对 今天我跟你说 做的味道 原比超市买的好吃 来吧 来 蔓越莓果酱做法非常简单 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按照自己的口味 在锅中加入水 蔓越莓 加入浓缩柠檸汁 加入肠 将蔓越莓熬煮出大泡后 加入少许盐 小火收浓 蔓越莓酱就做好了 哇 你看看我做这个蔓越莓酱 蔓越莓酱 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嗯 你闻 嗯 有分一分 比超市的那个要鲜香一些 觉得果香味更加上发的更多一点 那我们卡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洪大厨做的这个蔓越莓酱里面 还带着浓浓的果肉 必须有果肉 哇 还有果汁跟果冻一样 而且糖的多少呢 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需求 对 口味 那咱们今天怎么弄 先来个蔓越莓起泡水 让你先尝尝味道 好吧 散开眼就是会种这些浪漫的 哈哈哈 来吧 来一勺蔓越莓酱 哇 咱们今天是做成酱了 嗯 是吧 还有发挥想象里还能做成啥 可以做成果普果酱 嗯 在做成甜品的时候也可以加进去 蔓越莓蛋糕 蔓越莓的那个千层糕 都可以啊 再可以入菜 嗯 对吧 酸甜口的菜不是很多吗 可以做一个蔓越莓的菇老肉 菇老肉可以啊 什么拌点白菜筋啊都可以啊 是啊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 用气泡水有一个好处就是带气的 嗯 所以能把蔓越莓里面的就是那个甜的酸的那种香的果香为了它撑开 嗯 嗯 来 朋友们我们来尝一尝 哈哈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 你看许大厨今天 今天的落杯方式都不一样了 嗯 对 few days 你是不是得晃一晃 别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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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想想哎 在家里面咱们几块钱 嗯 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饮料 而且这个蔓越莓的酱是自己做的 很多人就说蔓越莓以前就是饼干里的那一点 今天咱们鲜果变成酱 酱的变成饮料 来 散开 就是觉得很健康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刚刚童大厨做的时候糖加的很少 咱们在外面买呢 可能要裹酱的那个成型度 包括它储存时间更长 糖会多一些 我们自己在家做呢 我们很快就吃完了 所以这个糖少 但是果味的鲜果味浓一些 对 屈大厨什么感觉 而且呢这个刚才说了 没有防腐剂 没有色素 这绝对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就是果香味更加浓郁一点 这口腔里面就是那个小气泡 那个蔓越莓的香带到舌头上面 还容易让人就是流口水 而且在家做的确实特别的简单 但是今天这就是如果做这个就太简单 你得正经做个菜 必须 容易海派菜 海派菜 对 今天蔓越莓汁配那个脆皮鸡柳 上海的原来西餐厅会专门有这个菜 对 但是原来配的不是蔓越莓 对 今天咱们变成蔓越莓 新的海派做法 来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把这个鸡腿肉 去皮去骨 的鸡腿肉 对 给它稍微断一下筋 因为上海的做这个鸡排肉 会把它变得比较薄比较大 要它那酥脆的口感 对 但今天我们做鸡柳 为什么想做蔓越莓来做这个菜呢 我跟你说 首先就要配这个蔓越莓酱了 它的黑了干嘛 不剩啊 入肝啊 米墨 米墨啊 它的多吃点 它对眼睛好 是吧 您是想暗示我没有眼力劲 不确实是酸入肝嘛 春天也吃到输肝解育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酸性水果啊 蔬菜啊 含那微黑 对 更高一些 稍微加点食盐 一点点胡椒粉 好像就是上海的那个海派的 原来不是蔓越莓酱 更多的是那个番茄酱 包括辣酱油 但是我跟你说 这种配法呢 并不是说虾配 首先那个口感啊 还是保持那个脆感 另外让蔓越莓的那个果香味 渗透到肌肉里面 更适合现在 我觉得年轻人放心的这种 帮忙烧一下油呗 好的 脆炸粉 就脆炸粉 抓一下就可以 直接往里抓 要尬一滴底 一点一点加是吧 对 让它360度裹上 这就准备炸了 对 到几成热啊 五成了 因为这个油温不要太高 太高以后你这手忙不过来 先下的就会上色了 其实这个就是不用给它抓的姜太多 对对对对 在家里给人家做薄薄的 裹得太厚 吃油 那就油腻感太足了 对吧 就稍微薄一点点 吃到那个脆感 大家想一下 就是我们炸完之后 酥脆的 略微带一点点油油的 然后这个时候 蔓越莓的那个酸甜的那个酱口味 对 会解腻 它定型了之后其实就 差不多 再待会儿 这个油温再升高下 复炸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它就这么几块 就这么多 炸完了以后它很脏 对 可以复炸了 在许大厨面前 做菜之后也有点压力 它比较总 压力挺大的 不过其实有时候越是这种小菜 它还是越难做 我在家就经常炸不好 在家里面总是省油 越放油少 越吃油多 对 所以最后的都很油 好 倒出来 我现在我买那种成包的 空气炸锅里面 15分钟 20分钟 直接炸出来之后 我今天煮的是蔓越莓 对 我蔓越莓这样做好 就往上面一抹就可以 更方便 你看看这个蔓越莓 自己做的 里面你上哪间正大的果粒 是吧 这能割多久 其实师傅 时间只要你密封好了 放到冷藏里面 你放一个月都没问题 至少我们再加点蜂蜜 因为找口味 调味不同的甜味 有层次感 好 这时候我们直接把它 倒到盘子里面就行了 非常好 这个鸡肉 包括外面的这个糊 整体而言是咸鲜的 里面非常的汁水多 对 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个汁水 感觉特别好 果这个蔓越莓酱 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 果香 它会吸这个甜甜的微酸的 这个蔓越莓的这个酱 年轻人最喜欢 您不是也喜欢吗 我认为您还年轻 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的一道菜 而且确实把蔓越莓的果香 跟鸡肉的多汁鲜嫩 全都感觉到 蔓越莓汁脆皮鸡柳 鸡柳改刀 腌制后裹脆炸粉 下油锅 杂质变色 捞猪后再复杂质酥脆 煸炒蔓越莓酱 出锅后搭配鸡柳 食用即可 话重点 食材下锅时挂薄姜 不会过分吃油 童大厨这边的快递 已经完成了 徐大厨 那接下来很期待 是吧 那上您的快递 好不好 来来来来 寄贱人热心饭团 甘肃 白银寺 井快线 五佛香 嗯 想想我们西北 西北 甘肃有啥好吃的 狗西子 羊肉 这你不懂大飞的套路啊 但那我给你说 他也不可能是海鲜吧 再说了呢 甘肃没水啊 怎么没水 没有黄河 没海 黄河出黄河出鲤鱼啊 让大家今天看一下 什么叫做黄河入海流 啊 来 咱们看一看啊 哇 哈哈哈哈 这不可能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 是甘肃出的海白虾 不不不 我发酷了嘎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不相信是吧 不相信是吧 哎 我今天就是要 睁到大家的眼睛了 很多网友就说了 咱们进行一个 咱们中国农业大普查 嗯 结果就发现很多食材 让你完全不敢想象 来 咱们看一看 甘肃 产 海白虾 到底怎么回事 回家吃饭的饭响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甘肃 北京市井泰县五佛乡 碱水虾生产基地的周静城 没想到我们甘肃 还产海白虾吧 海白虾又叫南美背对虾 这虾都是我们自己养殖的 我们井泰县五佛乡的温度 比较适宜 水源充足 我们通过平衡碱水的 颜度和温度 探索模拟海洋环境 你看 人这规模 哇 这平日 看那水质也特别清 很好 很好 你看人家这养殖多么的科学 是吧 通过虾米淡化技术 让虾米适应盐碱水里面生长 经过不断的实验 现在我们的虾也越养越好 去年我们养了两百目虾 从普劳的情况来看 我们这个虾的产量 还是比较可以的 每亩大概就在五百斤到六百斤左右 虾的个头也比较大 品质也比较好 一斤的虾 大概在30头到28头左右 我给你们游了 让你们也尝试一下 我们的甘肃产的海白虾 原来咱们吃这个海白虾的时候 那你很遥远的才来 对 对对对 过去海白虾进口的多 我产的就是沿海出 对 没有说内陆甘肃出海白虾 现在咱们终于可以做到 咱们在内陆吃海白虾 可以刺日打 很鲜活 咱们甘肃产的这海白虾 这品质真棒 关键是鲜吧 徐大厨 想一下 这是我们来自于西北甘肃的礼物 海白虾 海白虾 您做啥菜 咱们做一个家常菜 海白虾烧白菜 弄好久 来上海大厨 咱们说一说 咱们遇到这么好的食材 我跟你说 那肯定 有本大虾 金石局里虾 太多的菜 这么好吃 在郊东 这个海白虾烧白菜 它真的是一个可以上厅堂的大菜 大虾烧白菜 可是一道郊东名菜 也是平常中建精妙的家常菜代表 要想品到虾的鲜美 白菜不能出汤 要想烧菜浓郁 又不能无汁 这其中要领 要看许仙许大厨 为您信息到来 这个白菜跟虾烧在一起 它有一个 同时有一个口感的问题 处理好 行吧 那咱们看一看 又加肠 又能上头听肠的 海白虾烧白菜怎么做 好 因为咱们全家开吃了 大白菜不好吃了 吃娃娃菜 它的口感鲜甜 更好吃 这个娃娃菜呢 这帮子也不要用 我们叫物尽其用 并不是浪费 咱们做别的是吧 给它手撕 手撕一下 我没有刀 手撕一下 效果更好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 给它撕开 就当中撕开 徐大厨撕大白菜的手法 看似简单 其实可不一般 是沿着白菜帮对半撕开 这样撕出来的白菜叶 大小均匀的同时 还能保证白菜更加入味 大家如果去交通的话 这个菜 点单率 就各个餐厅点单率 应该永远排在前三位 应该是 但是不是每一家都能做好 因为稍微有点难度 咱们配料呢 给它加上几根韭菜 一是呢 配点色 另外呢 主要是提味 您还要点啥 现在就是一个 姜一个韭菜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虾是水里的 水里都含凉 完了 有姜 去腥啊 提香啊 就够了 这个虾非常新鲜 咱们呢 就少浪费吃 来这 这个爪什么都不用去 这个虾呢 把虾包挑出去 走 这 哇 那个挑了就行 是吧 这个挑了就行 朋友们 这是我们来自于甘肃的海白虾 一般人很难想 就是说甘肃怎么能产海白虾呢 是吧 对 你看 刚才看了我们那个 现在盖的那个规模 我觉得一个是感叹 现在整个中国的农业 包括我们的养殖业 发展得特别快 另外一个 我们对于食物的要求 越来越高了 因为我们的技术 对它的监督会更严格 这个虾呢 把虾包挑出去 这个虾黄 不要给它 出虾脑 虾脑 对吧 那个要的 因为那个待会儿出鲜味呢 出颜色 鲜味都在那个虾油 虾脑上 同大厨呢 帮我把这虾处理一下 好不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咱们加点底油 编一下这白菜 编白菜 对 做这个菜啊 这个环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呢 去一下这白菜这个水汽 另外呢 做的时候呢 这个虾的味道更容易进去 哦 原来有的人说 我在家做白菜 怎么那白菜吃的那个味道 永远那么乌涂呢 水去巴拉 对 水去巴拉 很乌涂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呢 第一个把水汽给它吞走了之后呢 然后呢 白菜呢 能够有一个初步断生 对 另外呢 白菜因为水汽走了 待会儿虾的汁水 就会被它迅速吸收 对 就达到我们刚说的 为什么白菜 有的人炒完这白菜味 虾是虾味 对 现在就出味了 对 加一点盐 中大火炒一分半钟 这个火候刚刚好 您要早来给我们教怎么炒白菜就好了 我们在家是白菜老炒都好 防止它又湖边了 咱们加点水啊 都可以 哦 少加点 这个海白虾炒白菜啊 看似口实无华 但是有很多的门道 在家里非常适合试一试这个 炒成这样啊 这白菜擦烟了 倒出来 好 大家以为 哎 许大叔给大家今天就炒了一个白菜 实际上呢也就是炒了一个白菜 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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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大叔炒的白菜 跟咱 跟您在家里炒的味道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哎 大飞 你看我这白菜 好 这边炒了以后 确实是第一个颜色很水凉 另外一个呢 确实是就是 但是它现在就整个成熟度是特别好的 对 是吧 别人断生 就是断生 还没熟 也比较干送 对 是吧 咱们下一步呢 煸这虾 煸虾吧 再壳煸 再壳煸 煸虾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虾头按一边 把它的虾油给它挤出来 许大叔的按压的手法 可是这道菜逼不可少的工序 这种做法 可以逼出虾里的精华 虾油 让这道菜的鲜美翻倍 在煸的时候呢 咱们要这个姜 是主角 是主要的调料 多加一点 在我们上还是什么 把它虾头直接剪下来 直接熬 它们都是虾油 吃面条的时候 下点馄饨的时候 滴两滴 细得了 面貌笼的了 先到眉毛 实际上这一道菜 吃两种吃菜 如果光吃了一下 吃了这水里就有点 没有一个变化了 这样你再吃点白菜呢 白菜里有虾味 这样呢 白菜也好吃 虾也呢 就一种朴素的奢华 对 加点料酒 现在已经出颜色了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虾油的颜色已经出来了 稍微加点水 咱们啊 烧一烧 好 不要多 加点蚝油 提点鲜 就是我先担心一个事 虾到什么时候 我们再加这个白菜 因为它们口感要统一 还得入味 对 这个虾最起码熟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虾边一边色 它一卷曲 基本就半熟了 但我们现在要把它里面的颜色 鲜味熬出来 鲜味熬出来 咱们主要现在是调味 咱稍微加点盛粥 加胡椒粉一定慎重啊 一斤虾 用一克的胡椒粉 这点白胡椒 可是这道的点睛之笔 注意看许大厨的用量 一斤虾 放一颗胡椒粉 保证能吃到白胡椒的香 但是不巧味 这会儿咱们呢 就可以把这白菜 这点水都不要倒里头 就这一点水 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现在就越来越接近 我去郊东的时候 吃到的那个样子了 咱们加一点韭菜 这个季节吃韭菜是最好的 但是不要多啊 让它塌秧就可以出锅了 加点香油 这是咱们卤菜的一个精筍 好 吃得好了 画龙点睛了 出锅了 来咱们尝一尝 带着底下的这个汤汁 这白菜比虾还好吃 咸鲜带一点点微甜 绝了 绝了 这白菜真的完全吸收了虾味 虾油出来之后呢 在嘴里面有一种淡淡的 那种脂肪感 是吧 对 然后让你吃这个白菜 一点不寡淡 另外一个就是 吃到最后咸鲜结束之后呢 是回甘的那个甜 是白菜的甜 对 但是我现在吃那个虾肉 现在也是非常Q弹的 就时间一定要掌握得特别好 真的很好吃 而且那姜在里面 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姜不能少 毕竟多一点 还有那个韭菜的提味 太棒了 咱们一开始还说人家那个 只是烧一个白菜 是吧 有点过了 不冒昧吗 有点冒昧了 海白虾烧白菜 娃娃菜取变儿 掰成小块 虾去沙线 去沙包 备用 娃娃菜炒出多余的水分 倒出 锅中下入虾 炒出虾油 加入少量的水和调味料 虾烧至半熟时 虾入娃娃菜 烧至入味即可出锅 化妆点 煸炒虾时 按压虾头 逼出虾油 菜品更鲜美 大家感受到没有 就是祖国各地 我们现在所生产出来的一些个食材 已经完全超出我们想象了 想象对 对吧 我们原来想的东北怎么可能产北美的蔓越莓 但是还真的就有了 现在三文鱼都不用去挪威了 咱们新疆就有 对 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咱们祖国各地的食材 值得我们去挖掘 我们以后再看一看我们各地饭团 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好不好 今天谢谢两位大厨 应该的 应该 谢谢